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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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舆论压力带来的区别 就是什么呢 如果同样是一个新手司机 她拆得不足够好 这个男司机她的羞耻感是很强烈的 她会支持而后涌 她会一定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然朋友们会瞧不起她 但是一个女司机可能承受的社会压力比较小 慢慢地慢慢地就会变成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 好像都觉得女司机的水平不重 还有就是很多男司机她会羞于开口去求助 其实就像视频里面这样的事情 很多的这个新手都遇到过 应该说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 尤其这种倒车啊这个入库啊 真的都是难得不得了啊 应该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帮助 不过我们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一般都是给她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有时候帮她指挥一下 来让她自己多一次 就像马老师说多一次锻炼的机会 因为她不锻炼永远都到不好 所以呢给这个新手呢一点宽容和理解 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做到的 然后呢如果这位新手 在没有倒车入库的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影响到了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库里面的交通啊 或者甚至影响到了路面交通 这样的情况下也建议老司机 咱们技术好的主动上前去帮一把 其实像今天视频当中 敢于求助的这种女士 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己在那里慢慢慢慢的练 我相信这个有了帮助啊 咱们社会会更加温暖 这个新手也会越来越好 谁都有过新手的阶段 新手只有在停车场才能看出来 有的人开车他是直行风光潇洒 转弯犹豫不决 到了停车场面目真灵 停车场是一个对新手的一个 巨大的考验的地方 他之所以会求救 实在是因为他磨来磨去实在没办法了 因为那是一个立体车库 立体车库的间距的要求特别高 地面车库他有可能硬硬脱皮 多磨几次就磨进去了 那个他是真的没办法了 就是当我们发现如果旁边有一辆车 那司机师傅一直在那边磨那辆车 超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 不如咱们也主动点上去问问他 需不需要帮助 就是我不一定要您从驾驶坐下来 就是我帮您多看一眼 帮您指挥一下帮个忙 就是有新手司机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就是旁边的人也都多多的去帮助他们一下 倒车的时候遇到的这种呢 稀奇古代性可有趣了 是的 我爱人当开始练车的时候 有一天他在倒车 我站在旁边指挥他 然后他一发动碰一不小心 他把倒挡挂成了前行挡 碰一下地撞到前面的人的腿 他说他后来复述 说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是 完了完了完了 我这辈子完了 我撞到人腿了 然后一抬头说 老公 当我发现那个人是你的时候 你不是让我可松了一口气 这是什么 马老师讲的这种现象 这是个真正真实的故事 在网上面我记得有好多这种 女四季倒车失误的极紧 这个确实也是很有趣 因为可能女性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她真的会做出一些有别于男性的这种反应 这种反应本身就会特别的有趣 对 这我们来看一个倒车骑警来 一步是下车良好距离 好的 经过精准的手动测量 女四季找到了失传已久的自信 她开始了 尝试有点小小的误差 可以理解三次 好的 截止目前已经逼死了三个强行征 才选择场外协助 两位路过的好汉看不下去了 看起来好像很顺利的样子 渐入佳境 车位出敌犯规了 这不能人再来一次 两位好汉已经见汉了 这可真是两个爷们来帮忙 难上加难 最后一点 时间所生无极 她们选择改变策略 诶 诶 诶 一定不想成功 所以刚刚那个倒车骑警里 也不一定是女司机 有可能是男司机 对吧 就是也不一定是新手司机 就因为有些司机师傅 他不管开了多少年的车 他可能就是在倒车这方面 就跟不开窍一样 他就是不会倒 我真理说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在98年拿到驾照 我拿到的是大火车驾照 刚开始开那个小轿车的时候 突然真的发现自己 不知道怎么到了 我就在这个人 就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倒车永远要尾巴先进 他试图投进去的时候 反复调反复调 永远调不好 而我当年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新手会 就一个思想误区 会认为 头进去也行 尾进去也行 两个反复调都行 但其实必须尾巴先进去 当年我倒车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路人 站在旁边 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说你倒车 永远尾巴先进 我从此以下开车了 一下开车了 是吧 所以有些 其实有些帮助和指导 是吧 对 要不然其实同样的错误 反反复复的犯 我觉得这也跟每个人的这个 接收能力和理解能力有关吧 就像您说今天这个话 你给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完之后 他们也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到 倒车的那个精髓啊 那该不会倒还是不会倒 我之前有过一次倒车的时候 不是我倒车 是我停在那儿 应该是我后面有一个空位置 然后有一辆车 大概是要倒到我后面 我就 我是在车里等人 所以我一直坐在车里 我就感觉我那个车 我旁边一直有个影子 一会儿出现倒回去 出现倒回去 他试了很久 然后我下来就问他 是个男子 我就问他 我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你看一眼 不用不用不用 就一个大哥的那种形象 不用不用 把车窗摇起来 他就继续闷头倒 好了 我要帮他 但他拒绝了我嘛 他就坐在车里等 他又倒 他倒了大概真的有二十多分钟吧 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了 我觉得我有点危险 因为他老是这么倒 我觉得他很容易 不知道哪个油门就踩到我 于是我走了 你出于什么心态观察了二十分钟 因为我在等人 所以我一直坐在车里 我后来决定说我走了吧 我觉得我走了 这位大哥说不定能快点 把车倒进去 我就换一个地方停车 就我们在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这种 就是可能开车或者倒车 不是那么在行的一些师傅 就遇到他们的时候 真的也对他们 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吧 对不对 就是当不论是男司机 还是女司机 就开车或者停车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周围的一定多多的观察到 他们需要帮助 然后对他们示意援手 我们的测试还在继续 我们接着往下看 总犯困 若不禁风 体力不支 你可能需要蛋白质 汤尘被剑蛋白粉 补充优质双蛋白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尘被剑 灰指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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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吧 再见吧 灰指甲 任量甲 国家发明专利 二十一年专注灰指甲 量甲牌 副方巨为同点茶几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 有人因关节发软 无力 放缓脚步 汤尘被剑剑力多 安腾等 补软骨护关节 关爱关节 请选见利多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晚 1886年始创于香港 130余年品质坚持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养心用好药 百年一安宁 感冒真怕传染给家人 莲花清温 中药感冒药 不仅缓解感冒症状 更能清温解毒 感冒流感要早治 别把感冒传给家人 莲花清温胶囊 以领药业 艰难困苦时 你是否渴望有人向你伸出援手 彈簧不安时 你是否希望有人为你照亮前路 不论何时 都请相信 总会有人为你驻足停留 伸出援助之手 别再往前接我们 我都不知道 我真想帮着 原来有爱 聚焦繁荣盛 团定温暖冰凉 我们再一次增加了测试难度 把汽车后台的气放掉一部分 看看有没有司机愿意停下来 为我们的新手司机更换轮胎呢 您好 那个不好意思 就是我这个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刚才就是开下来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现在我刚刚好像开不起来一样 那个 我来帮你看一下 啊 那个我刚才想打那个救援电话 但是这个地下室好像信号也不是很好 哎呦 你这个赶快打救援电话吧 难怪我刚刚开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 帮你公司过来 哦不对不对 嗯 这边好像是富二的 救援车好像进不来 哦 就那救援车太大了是吗 对对对 你要换好备胎以后 开出去 然后补这个胎 啊 我要先把这个胎换好啊 这怎么办啊 嗯 会不会像有人有备胎吗 应该有吧 我来看一下 那个师 师傅您 师傅您看一下吧 我也不太懂 这有备胎 有的是吧 对对对 那那个工具好像还有一个工具的包 您找了看在哪 没事没事这个我来帮你换吧 那您会换胎是吧 对对对我来帮你换 谢谢谢谢师傅 谢谢谢谢 哎呀太好了师傅 我今天真是碰上好心人了 是是是是 这要是不碰到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墙中自有墙中手 经过一番操作 这位司机干净利落地帮助测试者换掉了漏气的轮胎 好了好了 谢谢谢谢 但是那个 那这个旧胎还是放回来是吧 好 对对对 然后回去我回头把这个胎就补一下对吗 对对对对 哦好好好 谢谢啊师傅 那个师傅 那个要不我给你拿瓶水喝一下 好客气 师傅你怎么走了 谢谢谢谢啊 这耽误你时间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就是视频当中这位这位男子就是特别热心啊 也是三下五除二就立刻帮这位女士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对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很佩服她的能力 换差的能力是吗 对 女司机都不太会 对 一方面因为对我来说 我也会开车 但很多年不开 就是我现在对我说开车其实是一个挑战 也是心理上的挑战 如果遇到车太问这个出问题 对我而是可能就是天都塌下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看到这个男士进去好像这个诊断也很准确 去马上就那个什么知道这个轮胎有问题 然后砸到 然后马上怎么处理 他说特别特别熟悉 我相信是个多年开车 而且遇到过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资深的事情 资深的事情 各种情况经历过 所以说就像医生一样很有经验了 一下子能看出问题 所以我更佩服他的能力 马老师会换态吗 我会 我曾经跟领导一起出差到外地 在高速上是我开的车 右后台爆了 后来我就就是稳住把他停到路边 然后直接到后面拿后备箱 拿千金顶 拿摇杆 拿那个螺丝套杆 然后就来换 当时领导都很惊讶 说小妈你会换胎 我说我会啊 我说这个有的时候男人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琢磨这些机械上的东西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你都不具备 你还你还能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什么保障呢 我车上有三样东西是必备的 一个是换胎的这个套装 还有一个是打气的 有的车子它的轮胎 在你把所有螺丝全部卸下来之后 无论你用脚怎么踹都踹不下来 因为它可能爆胎之后漏气了之后 扳不下来 必须把气打足了它才能下得来 我还有一套插在那个USB 就是那个点火器接口上打气的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两根接续电池的电线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别人的车 那个续电池没电了打不着火 你开过去之后两边一开 两集一接 然后你一发动它一发动 帮人家把这个火点起来 你就可以走了 我曾经在路上帮过这样一个女性 后来帮完了之后 她就没敢再多跟我说话 也没敢吵我看 好奇 你觉得太专业了 她是把我当成的那种 可能就是修车店的 出来找机会去兜售服务 帮别人 然后她怕我跟她 觉得你太专业了是吧 她怕我跟她狮子大开口 万一都已经帮了忙了 我随便要嫁多少都可以 她把我当成这样的人了 后来我也一句话没说 我同行一说 我就走了 她就没敢吵我颤 这是我的一个 其实有点伤心的回忆 不过我毕竟帮到了别人 这个可能对于马老师来说 可能这也是您工作当中 尽量会遇到一部分 你可能也觉得这个时候 有点男者不会 会者不难 像我们女生觉得特别难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没去琢磨这事 这事可能琢磨一下 借助千金里那些器械 可能也并不是一件 女生就完全完成不了的事情 刚刚马老师是提到 就是说您作为男士 其实也有过自己亲身经历 帮别人换胎的这个经历 那我们接下来有个视频 是一位女士她会换胎 她在路上帮助一位男士 帮她换了胎 我们来看一下 我和我老婆分几半年 那天正好是孩子生日 平时加班加到很晚 孩子虽然睡了吧 但是还是想把理由送回去 没想到半路抱胎了 当时真的很崩溃 翻译了 当时急着去这孩子 没来得及好好地歇歇这回路下 所以我想当面感谢一下她 哎呀 没事的 举手治疗而已嘛 我们刚刚看到那位红衣服的女士 刚才我还在跟马云老师讨论 我说这女孩看起来就是瘦瘦小小的 就成功把那个胎换掉 刚才她换胎的时候 刚才杨老师也觉得 哇 这感觉有 感觉好厉害啊 这女孩 身上特别洒爽的那劲 就是我刚刚还在问 其实是不是换胎这个事 可能跟力气没多大关系 真取决于你会不会那个技术 你要会的话 其实力气小一点的那种 说说小的女生也是能够完成这个 唯一需要 因为你台内的车 是用千斤顶的 一点都不费力 唯一需要费力的地方 是螺丝套端在往下压的时候 你得用脚踩 不是用手拨 其他没有任何一个环节 是费力气的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刚才您说会者不难 不错 就是你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 很多必备的技能 你第一次不会做 但是别人帮你做的时候 你注意观察 你把整个流程学会了之后 你稍微练习练习 从此以后这个技能上升了 你多不压身嘛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换胎 也不是我自己换的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线的警察 然后我和南京市区预审处的 一位老前辈在弹楼所 审讯犯的嫌疑人 车是我开的 我出来之后一看一个胎爆了 我当时整个脑子都懵了 我说我针着一个领导 我去为他服务 然后我做记录 我开车 然后现在我没法把他送回去了 我怎么办 然后我就很茫然 结果那段老前辈上来的时候 叉叉叉叉叉帮我把他换了 整个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从此以后 在我手上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一次就学会了 一次就学会了 第一次车也让别人放 因为的确你说车现在是人们出行 有的时候真的算是一个挺必备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项交通工具 就如果你这胎破了 你换不了胎 尤其像刚刚那位男士 你说按理说 你说一个男人 如果你胎爆了 不至于到情绪崩溃到要抹眼泪 可是那的确是他一天当中 可能那一天 对一个情绪的积压 到那一刻再发现胎爆 我觉得 这一天可能没有一个顺的事 到那个节点 他终于就忍不了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女孩 后来不是 我们在就采访他的时候 他一直说 没事就是举手治劳 但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 就真的是 他的那个举手治劳 可能就五分钟完成了一项 他自己觉得挺简单的事 对于那位男士来说 可能是那一整天里面 唯一一件能够给他带来 暖心的一个举动了 对 生活总是把你避上绝境之后 再让你看到他温暖的地方 他不只是帮他换了一个胎 他其实给他换了一个 看待生活和世界的眼光 在我们最开始的测试实验当中 有很多热心市民 对于刚刚那位白衣服的女士 对他是以了帮助 在时候我们也告诉 这些热心市民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测试 来听听看 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了有了 飘起来了 这真是的 真是好 这上海故事的 还有我这件欧十粒 都是一百多 他们我选的百粒 可舒服了 买两百三 在哪买呀 维品会呀 品牌特卖 就是超级 维品会 灰指甲再见 灰指甲再见 再见 再见 灰指甲 任亮甲 国家发明专利 21年专注灰指甲 亮甲牌 复方巨为铜点茶季 一粒星火 舒堂善笔 配方奶粉 用您这堂的食尚配方 传递爱与关怀 舒堂好营养 控堂无负担 总犯困 若不禁风 体力不支 你可能需要蛋白质 汤尘配件蛋白粉 补充优质双蛋白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尘配件 这种不错 哇 这身好好看 它不好挑的 我还买了叫 only 排100多 3CE口红 109 5支 在说什么呢 唯品会啊 品牌热卖 就是超级 唯品会 女孩子嘛 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 帮助别人 是自己一种快乐 我在经济里面 看到这个女士 在这边倒车 倒了好长时间 倒进去 所以有一个快乐 应该是确实有困难的话 我会帮的 有的时候 比如自己在路上 遇到什么困难 也会向别人去求助 那那个时候 自己可能就希望 别人能够 深信远守地帮助自己 那么我在路上 假如不管别人 遇到什么困难 能够希望 我能给你帮助的话 我都会乐于去帮助 我觉得这是一种快乐 就是在外面 看到这种情况 有些是不好听的 我要主动 帮人家看一下 想像这个女士 这种情况 一定要发生好多次 我们经常 帮人家都要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 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 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助的 如果有新手 向我求助的话 我是会去帮助他 去完成这个 这件事的 那很多 倒车入库了 那个道路夜间汇车了 很多 在二十多年前 当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 我有专职的司机 但有的时候 司机可能不在 那我不要倒车入库 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那这个时候 我就希望别人能够帮助我 但是我每次向别人求助的时候 别人都很乐意地帮我 就像我今天 我帮助别人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社会 还好多 也就是 在地下车库里面 有到这样一情况 因为那个车位 别的车子挺的 车位挺的比较窄 比较小 有个意思 但是也有人帮助我的 我刚才拿交车车 也有个出租车 直接帮助过我的 有一次就是说 我是在那个高速上面 然后呢就是 特别疲劳 但那个时候呢 就是觉得 因为是新手嘛 就是觉得就是 疲劳嘛 扛一扛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就是 扛到最后 发现自己就是 其实睡着了 但是眼睛睁开之后 其实上过了大概有 20秒的这个时间 自己意识到这个时候 就会非常的 感觉非常的后怕 因为那个20秒 其实就是生死的瞬间 这个事之后呢 就是我 就是如果说 在开车过程中 尤其是上高速 那个困了之后 我就会就是 找最近的服务区休息 我觉得安全 还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现在的司机 从技术这个层面上来讲 从驾校学的 不是很踏实 还是有很多漏中的 技术也不是太好 我觉得主要是 那个心理上面的因素吧 因为刚来到驾照之后 开车 就上路之后 因为平时练习的过程中 没有遇到那么多车辆 都是在比较宽的 比较 那个车流量 比较稀少的这个路段 拿到这个驾照之后 开了自己的车 上了街头之后 就会发现这个 现实的这个驾驶的情况 跟练习的时候 不太一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 心理上面 会有一些紧张 平时多练一练 都看一看 都学一学 这个很重要 特别这个实际驾驶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从每一步 从驾校学的东西 要按照驾校教练 教的每一步去做 应该可以逐步提高的 我觉得这个新手 是要遵守这个交通法 同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 要这个少看手机 要注意路上的这个行人 要注意集中力 这个安全第一 刚刚很多热心市民也提到 说关于现在这些新手司机 这技术不过关的这个事 大家也觉得 的确是从这个驾校 应该再把这个关卡 把把言 然后的确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驾校学的时候 你一切顺利 然后当你真的开车上路的时候 你发现周围 的确是有很多突发状况 紧急情况 是你在驾校是学不到 和碰不到的这个情况 来 马老师 您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的手动挡的 这个轿车 学会开它一点都不难 一个正常智商的成年人 两个小时就会开了 它其实就像个 就像个游戏机一样的 两个小时一定会朝前开 会拐弯 但是要培养一个 良好的驾驶习惯 和安全意识 可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 要经历过一些教训和教育 才能慢慢地养成这样的意识 你比如说 大家都会开车 但到了停车场 车就到不进库 这就说明了很多人的 综合驾驶能力 其实是不足的 而事实上 在你倒车的时候 以及在驾起千斤顶 位置驾得不对的 这些情况之下 造成的惨祸 其实也不少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 我们在驾驶过程中 所任何一个 你觉得无所谓的一个缺陷 极有可能带来非常惨痛的后果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提醒的地方 而且像刚刚我们说 这个倒车很困难 我们在家乡学倒车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一个装置的 我们是有那个立两个杆在后面 然后你会定一些点 然后对应到杆的什么位置 你就倒车 然后当我们一旦 你说到那个停车场 停车的时候 没有那杆的时候 你真的是有点懵的 那个技术感觉运用 就你驾校学的内容 没有办法运用到 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有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 推荐给大家来看一下 的都是人对有可能的 我们刚刚看到那位男士 的确是 你看他倒了很多把 倒不进去 他拿出了 我没想到 您刚刚说 您车上必备一些物品 没想到吧 这个司机车上 是必备两个 那个驾销用的那杆 把那杆一摆 就挺顺利哦 其实他最后到的那个位置 左右的间距都是挺好的 非常准 但是就得有那俩杆才行 你们是不是看到这个 觉得挺扯爱挺好笑的 对啊 但是我心里面对他是尊重的 因为他真的把别人的安全 放在心上 而且他把自己的驾驶 技术的磨练和成长 放在心上 他用这种 你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杆 是因为他在驾校练的那个车 就是尾巴的宽度 以及他的那个 预估的那个长度 和他现在自己驾驶的 这个车不一样 所以他出来之后 就完全没有了感觉 然后他在这套系统当中 他是通过这种方法 练习出来的 他需要一个过渡 他在过渡期 他不怕别人嘲笑 他很负责的 用两个杆子这样做 其实我内心是比较敬佩他的 有的时候就是 驾驶不能开玩笑 一个玩笑就是出人命官司的 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方方面面都是一样的 这个理论都是一样的 应该这么说 我记得当时 我在驾校里面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 是没有自动挡的选择 只能学手动挡 那个时候就跟教练讲 我说我这辈子 都不会开手动挡的车的 那个我要学自动挡 其实随着社会的这个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倒车也开始有 我们的这个引导了 甚至于有一些车辆 本身还有一些倒车的装置 对于一些在这个驾驶上面 可能这些细节上面 相对比较弱的这个 尤其像女同志们 我还是比较推荐我们 引用一些车子上面的 一些高技术 高科技的这些产品 来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给我们一个相应的这种协助 其实虽然说开车 是一种驾驶的技能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自身 并没有练到像马云老师 是这么熟练的情况下 我们去借助一点高科技 本身无可厚非 而且也应该是社会进步的 一个必然的这种发展吧 现在还有一些车 会出现一些自动驾驶 那么在高峰期间 在路赌的这个阶段 我们甚至于可以让这个科技 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我是希望啊 这个关于开车的这个技术 咱们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来给我们这些 开车开得很差的人 一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说对的 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折磨人 对吧 你就比如说 哪怕你不是自动倒车入库 你看现在省人民医院 它那套立体的系统 它是让你直着 往前开进车库 然后再直着出来 它就没有任何一个 倒的那个需要了 就解决了很多 我们这些新手的问题 对 就是我去昨年不开车了 那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 刚刚视频里面啊 就是那个年轻人说的 就是他上高速经常睡早了 其实我还是心里面 其实为他的安全 也是为其他人的 这个车辆的安全 其实捏把汗 我想其实刚刚说的 其实这个过程 可能是有一个 我觉得是大胆去练习 对于新手来说 但同时呢 确实你要小心地 就是谨慎地开车 就是你要练习 你才越来越熟练 才能成为老司机 你不去练习 永远都是新手 但同时过程中 你真的要很严谨 我也很欣赏 刚刚那个年轻人 就是到车的时候 他用了杆来的 其实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一个这么一个新手 所以我也觉得很欣赏 其实我们今天 也是通过一个新手司机 到车遇到困难的时候 像路人寻求帮助 这样一个社会测试 希望能够提醒 地人期间 所有的司机师傅 能够提起自己的重视 因为的确 现在很多的交通事故 就是因为 司机师傅的技术 不过关而导致的 而尤其又容易出现在 新手司机的身上 所以在这里 要提醒大家的是 所有的司机师傅 当您把那个车 点着之后 当您的车要开始启动之后 请一定对您自己 以及对周围 所有的人的生命 要负责任 那如果当您注意到 周围有司机师傅 需要帮助的时候 请您毫不犹豫地 示意援手 因为您的助人为乐 可能就帮助这个人 解决了燃眉之急 并且带给他了 一天当中最重要的那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